你爸這個月要給你的錢又沒給 他根本就不愛你啊 你看你嗎 說要帶你去看牙醫又沒去 還扣扣聲聲是愛你 知道你們都很愛我 一定是我做錯的什麼 儿童福利聯盟在2021年成立同心協力合作家 以離婚夫妻同心協力為孩子盡一份心力 不應離婚時的孩子受到關愛減分為理念 服務除受到保護令以外的一般離婚家庭 只要離婚夫妻雙方同意便能夠開啟服務 目前服務項目包括陪同親子會面 家世商談以及共親職教育等 舉例來說 有一對夫妻在自行交接時經常協調不好時間 導致探視方的爸爸在進到會面服務前 已經有超過半年沒有見到小孩 在幾次會面後 孩子請社工轉達父母 他很怕父母之中任何一個人會感到寂寞 我們自己在外面見面交接 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情 小孩也講出了自己的擔憂 過去嘗試在外面自行交接時 媽媽經常把他一個人留在原地等另一方到來 因此他希望能夠和父母好好溝通 他希望我可以告訴爸爸媽媽就是你們可以不講話沒關係 但可不可以就是等爸爸來你再走 就是不要讓我不見他就希望我可以把這個話帶到 好那其實回到爸爸媽媽的商談的時候 好那當然你就會寫出他們當時是怎麼樣欣賞進入這個婚姻 然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讓你離開什麼溝通 不交談 但他們其實又很肯定對方 因為沒有對方怎麼會有他們這麼愛的孩子 那這個過程其實他們開始看到他們的問題真節點 也就是他們成為夫妻的時候 發現自己都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然後都沒有回應對方的需求 所以久而久之就想迴避對方 所以他們並有好好地感謝彼此的付出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有很多的道歉和感謝 然後都是當時沒有講出來的話 針對未來計劃 吳新如表示 希望能夠推廣共親子友善父母的觀念 離了婚以後 不當夫妻 老師可以一起大婚 我們可以共同 找父孩子 就是希望孩子可以走共親子 沒有誰就不用負責 就對孩子沒有關係 或者是他都得被排除在孩子的生活之外 因為孩子本來以兒童的權利來講 他其實就本身就像有爸爸媽媽的關愛 他不該因為兩個大人離婚 他就少一個